10月27号 浙江宁波市百姓反PX项目 也就是对二甲本持续第六天 一早当地天一广场陆续聚集了3000多位百姓 持续反对PX项目 之后群众向临近的街道移动造成交通瘫痪 不久 数百名警力将民众驱散有不少人被抓 本台记者和现场联系时不断听到群众高喊 PS滚出宁波的口号 早上10点 民众在当地天一广场聚集 在现场的宁波民主人士戴建伟向新唐人介绍 抗议的百姓态度平和 以中年青年人为主 不少孩子带着PX滚出宁波的口罩一起抗议 由于天一广场公园四周被店铺包围成封闭形态 不能扩大影响 于是有民众带头开始向中山东路及日新街交纱口移动 造成整个交通瘫痪 之后警方将群众驱散 并设置禁止进入的路牌 据了解 大约已有10人被抓 新唐记者当天中午过后 再次与现场联系的过程中 听到现场群众喊口号声不断 据了解 目前正海区已经封网 封路 往宁波方向搭设两人以上的私家车 都要停车检查 新唐记者梁星 金同采访报导